警方13号凌晨4点多抓到一名毒品通气犯 将人送到警局侦察队 没想到原警把他解开手套 方便让他吃便当 这名通气犯竟然趁机从警局的后门偷溜走 还入京到了民宅 偷走了酒面的金牌 还有汽车钥匙 窃车逃跑 最后把车丢在中浦乡公馆交接处 仍旧逃逸无踪 穿着黄色上衣短裤的43岁珍稀男子 刺脚翻墙进到民宅 他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夺警方 因为他是从警局逃脱的通气犯 闯入民众家中还偷走屋主的宾室车 开车逃跑 我当下是觉得说我肯定你了 我不敢出声音 我怕我会被挾持 女屋主发现家里有陌生人 吓到不敢出声 偷偷用手机报警 事后清点发现嫌犯偷走酒面关公的金牌 损失十几万元 当时原警随后赶到 也在巷子里四处找人 不过嫌犯早就开车溜了 离谱事件发生在13号下午1点多 警方是在凌晨4点 逮到43岁的真性毒品通气犯 把他带回水上分局侦查队时 在警局里征讯过程中 为了方便他吃便当 远景好心替他解开手铐 结果通气犯趁隙挣脱 也不顾一起被抓的女朋友还留在警局里 独自从侦查队后门逃脱 接着闯入民宅偷车 开着宾室车逃跑 最后把车丢在10公里外的中浦乡公馆交界处 人消失无中警方证追其中 提供午餐便当时 解下嫌犯的手铐方便 甄嫌用餐 甄嫌趁隙逃脱 远景好心解开手铐 让嫌犯吃便当 没想到嫌犯趁机逃脱 丢下女友这起重大疏失 借户远景将依行政规定益处 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 另外也将依刑法 输中人犯罪嫌送办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得赶紧抓到通气犯 将功赎罪 东森新闻在嘉义的采访报道 咱们下次节目的时候